全名天后徐怀玉跟着汉儿们一起跳舞 看上去相当有活力 新的一年才刚开始 徐怀玉就投入公益活动 担任真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爱心大使 除了跟汉儿们一起包装公益年节礼盒 也呼吁大家一起支持认购汉儿们的公益礼盒 他本身也有认购一部分 但他也俏皮的表示 剩下的就要靠大家一起帮忙 我先认购部分 剩下的就交给大家了 所以我希望能够超过4000盒 我自己的 我自己希望 其实我自己蛮喜欢做公益的 从之前921其实我自己就还蛮主动的 然后我经纪也蛮喜欢做公益这一块 所以我们会持续一直做下去 在不同的一些公益活动上面 然后也希望当然是可以配合自己的 那个演艺工作 然后一起让这个公益活动可以发光发热 今年真善美基金会一共推出三款的公益礼盒 这些礼盒都是汉儿们一起分工合作 包装合成 基金会很感谢徐怀玉的热心支持 在疫情这么艰难的时刻伸出援手 这次也是无偿协助义卖 尤其社福机构受到疫情影响 这两年真的很辛苦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社会福利单位 其实在捐款还有义卖的部分 其实都减少非常的多 那因为趁着年节的一个时刻 因为孩子们平常在院区 也没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那刚好可以借由他们包装的礼盒 然后可以做出来 然后透过年节来做义卖 然后推展推广给大家这样子 那这个每一份的部分 像今年有茶叶啊黑糖砖的部分 其实都是我们有用心挑选过的一个产品内容 那不一样全新的产品 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支持 这些汉儿的手作包装的一个礼盒 这下美基金会出了一麦汉乐公益礼盒 同时也在募集一千份宋爱礼盒 将会送到社区的老汉儿家庭 与辛苦的防疫医护人员 期待民众一同共襄盛举给汉儿们鼓励与支持 记者赖尾一桃云报道